欢迎收看12月13号的财经Espesso 晚上好 我是威敏 在市场盛传特朗普松口之下 中美贸易协议乐观 加上英国脱欧明朗化 令隔夜欧美股市大涨 亚股也莆天同庆 马股在蓝筹股领涨之下 全天起了3.82点 报1571.16点 汇率方面 在贸易面消息的鼓舞之下 市场避险情绪降温 令美元指数下跌 马币汇率随之水涨船高 写下自11月8日以来的超过一个月新高 报4.1335令吉 下来有望挑战4.12令吉大关 接下来有请Black and White单元 首先来关注 攸关打工一族福利的雇员攻击金局 EBF宣布 截至9月30号的第三季投资收入 按年减少7.6% 或者是11亿1000万令吉 取得135亿令吉 比较去年同期为146亿1000万令吉 这主要是受到不明朗和动荡市况 影响马股表现所拖累 不过按季比较 第三季总投资收入比刺激的123亿2000万令吉 增长了9.58%或者是11亿8000万令吉 接下来关注一波多折的大马城 大资里林钢河旗下伊海控股和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宣布 将在下周二签署大马城协议 首相敦马哈迪和中国驻马大使白天也将出席签约仪式 消息一出带动林钢河概念股上演庆祝行情 海滨城市开盘就飙升了2.5仙 盘中最高起14.5仙 最终收在1令吉02仙 全天起了11.5仙 一个尾市开盘起1.5仙 盘中最高上涨11.5仙 最后收在90.5仙 全天上扬9.5仙 为全场最热门股 成价量达323227300股 所有来关注袁宗游的消息 经过8个月的免税扶持之后 政府宣布从明年1月起 调高原棕油出口税至5% 结束8个月零出口税的政策 结果这个举动打断了原棕油期货的涨势 加上市场套利和马币深知的打击 原棕油的价格开高走低 全天下接38令吉 至每公吨2853令吉 那么今天的财经到此结束 感谢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